各位弟兄姊妹,你們好,我們今天又開始這個網上的色經討論會 我們今天是繼續講到怎樣建立人的靈命的 現在是講到建立靈命的時候,其中就是幫助人明白得救的必然的果子 有六類的果子,第一就是繼續去悔改離聚,第二就是繼續信靠神 信靠耶穌做我們的救主和我們的主人,然後就是親近神又愛神 然後就是遵從神和事奉,還有滿有聖靈的果子和事奉的果子 就是第六類就是果子 我們今天繼續講到聖靈的果子,我們昨天說的第一樣,人愛喜樂 我們今天會講到關於喜樂的 聖經在聖經裡面很多很多次講到喜樂 我再讀一讀經文,加勒替書五章二十二節 聖靈所見的果子就是人愛喜樂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實均柔節制 這裡講到聖靈會產生的果子,當人有聖靈內住的時候,他就會有這些果子 即是說一個人真正得救的時候,有聖靈居住在心中 他就會產生果子出來,他的生命就會流露出聖靈的果子 因為凡是得救的人,重生得救的人,必定有聖靈內住的 凡是被神的靈引導的就是神的兒女 我們就會有生命的果子流露出來的 如果他完全是靈的生命的果子 即是說他和神的關係有問題 他是可以不得救的,他完全沒有關係的時候 他是不得救的 我們上次講了愛,即是說一個真正重生的基督徒 他裡面的聖靈會令到他產生愛出來的 我們今天繼續講的是喜樂 聖靈是喜樂的神來的 那麼這個世界上的人很多都是不開心的 很多的煩惱,很多的重淡,很多的憂鬱 其實精神病是越來越多的 那麼有很多人就認為是現在那些農藥,那些抗生素 因為養的動物放了很多抗生素在它裡面 就產生很多對人的不好的影響 就令到人的情緒是很受影響 即是現在那些數字呢,就是講到在 大約三四十年前那些精神問題的人是少很多的 但是現在呢,以前那個數字大約是以三千人才有一個的 但是現在呢,幾十個人就有一個了 這個數字呢,是非常之急劇的增加 就讓我們看到人真的有很多情緒的問題 那也是因為很多東西的改變了 這個世界呢,因為那些人經常都有很多種刺激 因為呢,因為人為了賺錢 那些遊戲公司啊,網上的服務公司啊 那些電影公司啊,那他們呢,就很想得到多些客人 所以他就用盡一切的方法去吸引人去參加 那我就知道,譬如說那些遊戲機那樣啦 玩遊戲,網上的遊戲那樣啦 那他呢,就會有幾個人一起 那如果有個人退出呢,就會令到其他人呢 是有損失的 還有那個參加的人呢,也都不想退出 那變成那些人呢,就一直一直玩下去 所以呢,是曾經有不同的發生的事呢 就是那些人呢,玩了幾天呢,跟著死了 因為他是高度的專注 高度的專注的時候呢,那個精神頂不順啦 跟著呢,就死了 那這個都是一個在近代的人呢,那種沉迷啊 沉迷,有時看電影啊 各樣的娛樂啊,就變成一個人呢 情緒上是要依賴一些刺激啊 總是尋求刺激 當得不到這些刺激的時候呢,就會覺得很悶 很煩躁,很不開心 那這個呢,就是跟神的心意是不同的 神是想我們平穩安靜 在神裡面呢,得力在乎平穩安靜 歸回安息 在神裡面呢,是有安息的 還有呢,有喜樂啊 就是神的喜樂平安在我們的心中 讓我們呢,裝滿神的喜樂 那神的同在是會帶來喜樂的 那有很多人呢,他本身有憂鬱的 那當他去信靠耶穌說去經歷聖靈呢 尤其有聖靈充滿的人為他按手祈禱的時候 或者集體敬拜的時候呢 他們經歷到神 更生他的生命啊 賜給他平安、興省、喜樂 那有些人就會很被吸引了 其實網上都有很多分享啊 就說到有些人呢,本來是宜教徒來的 別的宗教,他們不是信耶穌的 但是呢,他們神用不同的方法去吸引他們 去尋求神啦 他們去呼求神啦 神啦,你是誰呢 哪一個才是神呢 那然後呢,他們就呼求神啦 去救他們啦 他們見到耶穌啦 然後呢,他們就經歷到很大的平安 就是很多人都說到他們 當他們真信耶穌的時候呢 心中就有很大的平安 喜樂 那這個是很多人重生的時候有的 但是呢,因為人的罪性啊 因為人很多的問題呢 也都呢,同時很多人呢 都是有情緒的問題 所以呢,很多人呢,他們會 信耶穌都是有誘惑 他不懂得處理啊 不懂得處理他的情緒 第一,很多人他不知道親近神會帶來平安喜樂 很多人呢,只是覺得 是要祈禱,要親近神 但是呢,他們不知道親近神的時候 神的同在呢 是會帶來平安喜樂興省的 就是他沒有將這兩樣東西掛勾啊 他只是說,是應該去親近神 我們應該去親近神 就不是說呢,講到呢 在親近神的時候 神會將平安賜給我們 神會將喜樂賜給我們 神會將愛賜給我們 因為很多人沒有這個觀念啊 所以他們呢,他們不會去煩惱的時候去親近神 或者沒有煩惱的時候去親近神 他們不會覺得親近神是得力的方法 有很多人只是覺得是應該做 那麼他也都學不到怎樣投入祈禱呢 可以得到喜樂平安了 在我經歷聖靈充滿之後呢 就有人給我按手祈禱了 那麼就很大的愛進入我裡面 那麼我很感激神,很歡喜 真的有,可以經歷到神的愛是很感動的 所以我就很投入親近神 比我以前親近神是投入多很多很多倍的 是時時都喜歡親近神 那麼然後呢 就有一次呢 我開始經歷喜樂 有一次的聚會 我經歷很大的喜樂 我就很想保持 那麼我就在聚會不斷地愛慕神 因為那時候我已經學到從心靈愛慕神了 那麼我不斷愛慕神 就發現喜樂能夠保持了 在我回家的途中 在巴士上 我都一直去愛慕神 那麼就 我也都懂得 就是我自己本身是懂得 可以將聲音和笑是分開的 當時我是充滿喜樂笑的 但是呢可以笑呢 沒有聲音都可以的 一笑的時候呢 就有氣出 就沒有聲音出 不是哈哈哈哈 就是因為現在 用這個抗音器大家聽不到 這個 聽不到我的那些氣 那些氣走出來 那麼我就 我就在巴士上都是這樣做 回到家又這樣做 那麼呢 每天都是這樣做呢 我就每天保持神的喜樂 那麼聖經是說到 叫我們呢 要靠主喜樂 保羅講到 弗洛比書那裡講到 那麼其實呢 在原文呢 翻譯做英文呢 就是rejoice in the Lord 是在主的關係之中 在神的裡面 來到喜樂 因為神有這麼多禮物 那麼而聖經呢 也都有講到 以耶和華為樂 神就將我們心裡所求的 賜給我們 以耶和華為樂 神就叫我們成家地的高處 所以神是很喜歡我們 以神為樂的 以神為我們喜樂的來源 神是我們喜樂的來源 就是我們開心 因為神 神是將很多開心賜給我們的 祂將盼望賜給我們 將力量賜給我們 令到我們整個人生命是開心的 神是歡喜的 也都我們就會得力 就時時得力 那麼這個就是得救的人呢 祂必然有的果子來的 是會有喜樂 不過有很多人就說 我相信耶穌都沒有喜樂 那麼有很多原因的 因為他心裡掛淚很多事 所以在弗洛比書說到 應當一無掛淚 只要凡事藉著祷告祈求和感謝 將你們所要的告訴神 神所賜出人以外的平安 必在基督耶穌裡保守你們的心懷意念 就是講到 應當一無掛淚 放下所有掛淚 凡事藉著祷告祈求和感謝 中文用個和字 其實是藉著祷告祈求 帶著 with thanksgiving 不是和 凡事藉著祷告祈求 帶著感謝 將我們所要的告訴神 即是說我們一路祈禱 一路相信神會祝福我們 也都學習耶穌所講的 用心靈誠實敬拜 整個心靈去愛慕神 思想意志感情 全然的 喜悅神 深信神是最好的 思想認同神是最好的 神是凡事祝福我們的 以至我決意跟從神 感情 我和神建立心的感情 喜悅祂一切的事 這樣的時候 我們是更加容易有喜樂的 還有用整個靈 整個靈 全心的愛神 就能夠有喜樂有力量了 那當我們 譬如說 有些人他有抑鬱的 他祈禱的時候 發覺有喜樂 那你就應該珍惜了 珍惜 原來神可以將喜樂 至於我可以治好我的憂鬱 其實有很多人 我和他祈禱 他的憂鬱都即時是沒有了 或者是減退的 那他們覺得很好 那我說你一定保持 你保持的時候 神的喜樂就繼續留在你身上 你就一路感謝神 整日歡喜神 數算神的恩典 我曾經說出有五大類的恩典 我們想到可以明白神的愛 就是神 我們從什麼看到神的愛 第一是由神的創造 神創造萬物這麼奇妙 神創造我們身體這麼奇妙 神創造食物這麼奇妙 神創造環境這麼奇妙 這是第一 第二就是 耶穌基督居然為我們盯死 這個救贖的大恩 在聖經裡面有講到神的愛 還有我們親近神可以經歷神的愛 還有我們有困難的時候 得到幫助 也都是告訴我們 神在幫助我們 神在愛我們 就是由這五大類的範圍 去數算神的恩典 我再說一次 神創造奇妙的愛 第二是耶穌基督被釘十字架 聖經告訴我們神的愛 然後我們親近神的時候 會經歷到平安慶省 這些都是神的愛的表達 然後當我們困難的時候 基督圖也很多是有經歷到神 在困難中幫助他們的 我們就記實了 我們就數算神的恩典 我們就會歡喜快樂 就可以保持喜樂 在我心中 我經常已經數了神的美好 所以我經常都保持在喜樂的狀態 我是時時都感謝神 歡喜神 我一想到神就歡喜了 那我就容易喜樂了 而且我已經習慣了處理人的問題 就是說 有爺說幫助我 我必不懼怕 人能把我 怎麼樣呢? 詩篇118篇第六節 有神幫助我 我必不懼怕 人能把我怎麼樣呢? 沒有人能夠傷害我的 所以我不會介意任何人做任何事 說任何事 他說任何事是他的問題 他要面對神的審判 那我是不想他面對神的審判 我會為他祈禱祝福他 希望幫到他撤離這些不好的行為 不好的心態 讓他能夠得釋放 那我就不給他影響 但是有些人是被捆鎖的 但是這個是他的問題 我已經決意不計較這些 因為我知道人的問題 我一聽到他們說一些不好的事 我馬上就已經分辨了 我已經分辨了 這個人是有一種負面的思想 批判的思想 他會說一些不好的事 令到別人影響別人 因為他被罪性情和魔鬼影響 那我已經 一聽到我已經知道他的問題 我就不放在他心上 但是我會想去幫他 那這個就是 在我心中已經常常 記實了神為我做的事 就是神做很多事情在我身邊之中 我經常都記得的 有一件事我很久都沒有說 因為我有時都說到 神家都意外保守我 差不多打到的眼 傷的眼兩次 但是神都保守我 我曾經跌到地上 頭撞到地上兩次 但是都完全沒事 那不是說我繼續去撞我的頭 而是當時來說 是一個意外 我意想不到的 有一次我在宣教的時候 有一個很特別的經歷 因為我很久沒有告訴別人 應該你們也沒有聽過 那我就要轉飛機去另一個地方 但是我計錯時間了 接著我看看時間 飛機已經走了 那我就很 立刻是很擔心的 那我就祈禱向神祈禱 我去到那個counter那裡 那個人就說 他說你 你的飛機已經走了 我們做不到任何事情的 就你 你去試一下 再訂個機票吧 那因為我呢 我去再訂個機票那裡 那裡 因為我是從香港訂的 那他說你要回到香港那裡 跟那個人聯絡 那我跟香港聯絡 他又說很難的 很難搞的 就是很難做這件事 那我就祈禱神 我問了 再你凡事都能求你幫我解決 現在就是 找不到方法去解決 那然後呢 我就 我奇緣到之後 我就 就有一個意念 就走去那個counter 再跟那個人說 我說你再試一下打電話 看看有沒有方法 那 他說我已經試過了 已經沒用 我說你再試一次 那他真的試 他試的時候呢 他是很驚訝 他呢 抹大個口 跟著跟我說 那飛機回回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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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後來問那些人 為什麼飛機回頭 他說那飛機起不了飛機 就是有問題 所以呢 回回頭 就是神可以做一個很奇妙的事 就是我 我自己都沒試過 是飛機回頭 就是他在機場之中 停留了很久都搞不定 結果回頭 那些人全部都下飛機 那我真的覺得呢 神真是很奇妙的 就是我沒有見過這件事發生的 但是呢 這件事居然在我身上發生 是幫助我的 就是真的 神的恩典是很大很大 我整天都記實 神啊 你是真的 很美善 很奇妙 我很喜歡神 我希望大家都喜歡神 我們愛神呢 神就為我們預備 眼睛未曾 看見耳朵未曾 看見人生未曾 想到的各樣的恩典 所以我一想到神呢 我就很歡喜的 我經常都經歷神的作為 我看到人改變 我幫助那些人 他們又改變 我又覺得也是經歷神 那些人經歷 我都是歡喜的 多謝天父 我可以更新這些人的生命 我真的感謝天父 多謝天父 多謝天父的大恩 所以我心裡面呢 經常都感激神 我又經常呢 用聖經的方法去鼓勵自己 喜樂 因為聖經講到 我們 比如受迫伯 你要大大歡喜 因為天上的賞賜是大 你遇到困難也好 你大大的歡喜 聖經也講到 就是在靠主上就喜樂 在主類上就喜樂 那是說到 我們時時都想到好的東西 我們就開心了 還有想到呢 我為熟基督的人 給他一杯糧水 都不能不得賞賜 神就歡喜了 所以我們可以大大的喜樂 我就是經常都告訴自己 現在我在做神的工作 神很歡喜的 我就可以開心快活了 這樣的時候呢 我越是以神為樂 我裡面的喜樂就越穩定了 我長期在這個喜樂的狀態 就不會在一個憂鬱的狀態 一個真正和重生得救的人 和耶穌有生命關係 他持續 和耶穌有生命的關係的時候 聖靈是會感動他有喜樂的 所以如果一個人 他完全不親近神 他會失去喜樂 他只是想著一些問題 他會失去喜樂 那麼他如果去到一個嚴重的地步 就是他完全呢 只是經常想一些不好的東西 經常說都是不好的東西 我認識有些人 他們求助的時候 每次都是說不好的東西 反應什麼都是不開心的東西 那麼這些都是傷害他們的 令到他失去喜樂的 如果一個人經常想一些不好的東西 經常都埋怨 也都不去親近神 他是可以失去了神的喜樂 他生命再沒有果子 他可以是不得救的 我們不是靠喜樂來得救 我們是信靠耶穌 信靠耶穌 而得到神的祝福 親近耶穌 就跟他得力 得到力量 但是一個人 如果完全沒有親近神 他是可以離開了神的 就是他跟神越來疏遠 結果是離開了神的 所以我們今次講到喜樂了 就希望大家都常常在喜樂裏面 處理生命各樣的問題 好 在這個時候呢 我就給大家可以發問 比如你說 我覺得很難有喜樂 或者是分享你自己怎樣保持自己在喜樂裏面 首先是發問先 有沒有人發問 老師 我想問一下 你初訓的時候 就會有很大的聖靈的喜樂 很大的侍奉 很有熱身 如果慢慢慢慢 沒有了這個 會不會失去救恩的 失去救恩是當個人 完全跟神沒有關係的 就是他沒有繼續配改 信靠耶穌做救主 那麼他就會失去救恩 而一個人沒有繼續信靠神 他就會沒有那些果子 剛才說到那六類的果子 就是他就不會親近神 他就不會愛神 他會加上神 遵從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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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會叫人更加經歷神的同在 那他沒有做的時候 他越來越與神疏遠 去到一個程度 他可以完全與神沒有關係的時候 它是可以失去救恩的 是當它完全沒有了跟神的關係的時候 那我想問一下,我們還有追求 還有渴慕,這些是否從聖靈而來的? 是啊,多一個人追求渴慕 這個其實就是從哥林多前書12章3節所說的 如果不是聖靈的感到沒有人能夠稱耶穌為主 就是你會渴慕神,你已經是稱祂為主 你是看祂為我們的主,你想得到祂的祝福 那這個已經是繼續信靠神了 繼續信靠神,你就繼續跟神有關係 那你就繼續得救 這個人仍然是想耶穌救祂,渴慕神的 祂會親近神的,就證明祂是得救的 那什麼叫親近神? 親近神包括看聖經,祈禱,感謝神 也都跟神有交流 就是聖靈感動,我們不要犯罪 我們就聽神的話 聖靈感動,我們怎樣遵從神,我們又聽祂的話 我們看聖經的時候看到一些話語 聖靈會跟我們說話 叫我們怎樣遵從神,我們又回應 那這個就是一個關係 就是當我們做這些事情的時候 就是保持跟神的關係 就是當我們繼續親近祂,信靠祂 去看聖經祈禱,回應聖靈的感動 就是跟祂有關係 那我想問一下,那你要繼續信靠耶穌基督 就是說我們初初信耶穌的時候 是信耶穌基督得救的嘛 那我們是繼續信靠耶穌基督為救主 是不是? 是的,還有做主人 就是我們的主是接待犯 接待他,這就是信貪明的人 就是我們信耶穌 不只是投腦信的 是接待祂成為我們的主 成為我們的救主和我們的主人 那這個就是繼續信靠祂 哦,接待我們的主是我們的救主 就是做我們的主人 是的,沒錯 那我呢,我曾經呢,我就初信栽培 那我就有一句說話 真主義行,入了我心 什麼入了你心? 真主義行 真主義行 什麼真主義行 每日真行神的主義義行 哦,遵,遵主義行 遵,遵從的遵 那這個說話呢,就入了我心 那我就尋求主 那我一早在身體讀聖經 那我讀聖經呢 就尋求主 你不尋求主 尋求主,你怎麼爭主義行呢? 你不可能說得一個講字來的嘛 嗯 那我就去走 接著呢,有一把聲音跟我說 它說你知子母連依附屠樹 這樣跟我說 那如果你真的這樣 就是因為你真的有些地方 沒有跟它相連 如果你是有相連 就不會 這個聲音不會繼續這樣說的 就是有可能有些地方 你沒有跟神相連 所以聖靈才會這樣感動你 那我哪方面沒有相連呢? 一是就是魔鬼的控訴你 就是可能有時候這樣說 你有真人神 不過魔鬼就控訴你 就說你沒有遵主義行 那你就看聖經祈禱咯 你看看生命裡面有些什麼 沒有遵從神的 有些破口的 有些罪的 那我們就悔改 離開這些罪 去遵從神 親近神 那聖靈會帶領我們的嘛 不是呀 不是呀 不是這些人 是聖靈 我在身上很安靜的嘛 那裡面有一把聲音跟我說 它說 知子母連依附屠樹 這樣說 OK 那你要反思 到底你是不是 沒有連於蒲屠樹呢? 你有些什麼跟神分離了呢? 那這個你需要反思啦 就是我不能夠在這裡答覆你 我不能夠在這裡答覆到你 因為我不知道你的實際是什麼 我覺得我自己跟神 知子母連依呢 就是 就是覺得這個心呢 沒有那麼 迫切追求 那麼學無 那麼 那麼 那麼警醒 有時候又運又蕩這樣 那樣 那你就做回 做回這些應該做的事情 那麼你做回 你又欣賞自己了 我現在又在做了 我可以開心了 我有聽神的話 就是聖靈會感動你的 做什麼 即使你都懂得說 你哪些沒做 那你就跟著做回 即使你做回 你又告訴自己 我現在有做神吩咐的事 我又開心了 神又開心了 這樣 就是我現在 我現在看聖經 知道呢 要認真看聖經了 我參加個PCM 查經班嘛 那我現在知道 要認真讀經 要去聽寵 什麼都要聽 OK 那你就跟回神 你不用一次 一次聽到聲音 以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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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以為 現在我沒有練這棵樹 就是不用這樣想 還有 楊玉牧師我還有 我呢 以前 聖靈帶領我 就請教我婆婆的 那我呢 那時候 還沒有現在 這麼聖屬 那時候 自己很好 很好聖 那我呢 我婆婆也是 好聖 我好聖 那我就 跟他爭敬 後來 神就管教我 管教我 跌倒 然後 提了我 也不悔改 我現在知道 神叫我 好像大衛 有一個熔陽的心 好像保羅那樣 看重別人的永生 但是我沒有跟著去做 神就管教我 那我 以前我跟他同工 我聽神的聲音 聽得很清楚的 很大聲的 不是蒙蒙福福的 很清楚的 那麼 管教完之後呢 就是我又讀行客 又是管教 又試煉又跌倒 神又扶此我 現在呢 我那時候 一點力量都沒有 好像那個人 跌得很低的 起不了身的 後來我想起身 是啊 我要起來 同神同工 我要在家 繼續跟奶奶傳福音 那我就去走 請他喝茶 做多些 做好見證 很神奇 我裡面恢復一種力量 有力量去走 有力量去走 有種力量 OK 那就好 總之 我們沒有做的 我們就做回 那你就在做正確的事情 那你就持續看重神 你就一定跟神關係加強 就是這麼簡單 並不是很難的 是不是聖靈賜給我的 這種力量 是啊 聖靈賜給所有信耶穌的人 所有信耶穌的人 神都在那不斷感動我們 帶我們回到神那裏 幫我們 總之呢 我們就 永遠都是 跟回聖經 親近神 遵從神 就必定蒙福的了 並不是難約登天的 所以聖經講到 這個道不是離你很遠的 不是要去到天上那裏那麼遠的 這個道是很接近我們的 我們一信靠耶穌 跟從耶穌 立刻就可以走回神的路 並不是難得很緊要的 難是因為人注目在世界的問題 或者注目在他想要的東西 世上的思慮 和錢財的迷惑 這裡聖經講很簡單 兩大類的東西 世上的思慮就是擔心東西 和擔心人的問題 錢財的迷惑就是貪愛世界 牧師人 我再問多一點就行了 我想問一下 如果我的心 如果我們追求靚 追求瘦身 這些都是一種偶像來的 不是一定的 我們追求靚 因為神都是賜給人 愛美的 喜歡美的 喜歡美的 是沒有問題的 不過呢 就不要過分 就是有些人呢 他會用很多錢買 很美很美的衣服 這個是不應該的 變成他浪費金錢 但是我們說 這件衣服漂亮一點 我穿這件衣服漂亮一點 不是一個問題來的 就是這個是一個平衡 我們將神放在手裡 但是神都是想我們享受生命 神都想我們漂亮的 不是神不想我們個個 很醜怪的出門口的 OK 就是一個平衡 怎麼可以將神在手裡 怎麼可以做到呢 很簡單 就是深信神是施恩的 一切恩典來自神 我聽了神話是最好的 所以我決意跟上神 我決意愛神 我決意遵從神 我整個生命就會蒙福了 行神的路是最好的 因為其實很簡單 跟從世界 跟從自己 到頭來都是自己的損失 總是會有不同的困難 在我們生命中出現 有很多人相信耶穌 都不是很明白這件事 不是很深信這件事 總是還是很愛世界 就覺得愛世界 我就會得到世界上的東西 但是其實一切的東西 都是神的受眾 當我們聽神話 神就會給我們的 所以我們不需要用自己的方法 我們愛神 親近神 當然我們都努力做 我們應該做的事 譬如說我們上班 我們做好我們已經做的工作 這些都是應該的 神就會凡事祝福我們 我們就深信這樣 就走上神的路 我就不要半心走上神的路 我全心聽神話 神一定會歡喜 這個就是全心 傳送神 看送神 走上神的路 神吩咐的 我們都做了 盡量去投入 整個生命投入 讓神走上神的路 好 OK 好 好 有沒有人有其他人的回應 我這次主要是想說到喜樂 喜樂 聖靈的果子喜樂 我們覺得有沒有困難有喜樂 我們怎樣可以更加有喜樂 大家有沒有發問或者分享 我想分享到喜樂的道理 我講到喜樂 我自己聽到神裡面 聽神的話 學習 聖靈更加和我們同在 喜樂是很充滿平安 是很大的 平時他做了神要做的事 聽完他那個 感受到那個親近神 和祷告 他在那裡的喜樂 喜樂 他在那裡展開出來 而且很自然的喜樂 喜樂到自己 感受到那個 神也痛苦 是 感謝神 他在那裡的聲音不太穩定 好大的愛 你現在這樣就好一點 大聲一點 好大的愛 就是要討過 感受到神的愛 又喜樂 感受到神 喜樂 即是去 祭祭神的事 我就一來一覺得 喜樂很大 一來一來 容易得到 OK 好 感謝神 好 還有沒有人有發問或者分享 OK 如果沒有的話 我們就去下一點 接著就是 人愛喜樂和平 和平 即是平安 心裏面的平安 亦都和好兩方面 一個是內心的平安 就是內心裏面平安靜 不要緊要的 別人傷害不了我的 我不用被人影響的 我可以內心 時時都是一個平靜的心態 我總是深信神會凡事祝福 所以我不需要激氣怒躁 不需要擔心憂慮 我走神的路 神一定照顧的 這一點是很重要的 就是神一定照顧 神有能力和祂有慈愛恩典去照顧我 所以我全心聽了祂說是最好的 那我就放心放手 一切事放心放手 那 就算在末期的大災難 我們都想 最差最差 我們就死吧 比如被迫伯死 死後 神又會接我們天堂 更加得力 更加在天堂更舒服 更平安 那我們就想到 就算死 我們都不用怕 如果不死 在世上被人迫伯 我們可以求神 親近神可以得力 或者神可以減少痛苦 或者神帶我們出監獄 或者神叫我們一邊被人打 一邊不痛 或者神叫我們移山 可以走在水面上逃走 就是 總是神有方法 因為 我很深信神是掌權 神是掌管一切 所以 我們是不需要擔心任何事情的 那我就已經有心理準備 就是將來如果有大迫伯的時候 我都會決意 我聽完神話 神一定祝福 那我的心就平安了 或者有時候有些人不好的 我的心也都說 不要緊 他不能夠傷害到我的 人能把我怎麼樣呢 我不用介意的 那我的心就平安了 這是第一種就是平安 第二就是和平 和人和好 和人和好就是 有些人 就算他生命有問題 我都 想到他們其實受過傷害 於是呢 我明白 人是會 他們會有時候發生氣 會傷害人 但是我不用介意的 我不用被他們影響的 我盡量去和他和好 盡量祝福他 除非那個人是刻意傷害人 犯罪 那我就會處理的了 譬如 在我們的群體 我見到有人 他來到 是專門想認識女生 或者專門想認識男生 可以找到拍拖的對象 那就找完一個 又找第二個 或者是有其他目的 那我就一定會處理的 那我處理不一定代表我罵他的 我只是了解他在做什麼 那我也都 問他為什麼你這樣做 因為神是會不喜悅的 那如果他 知錯 知錯 會悔改 那我就會給他機會 但是我都會觀察他 如果他不知錯 他不覺得 緊要 他覺得得罪神都不緊要的時候 那我就會 就是再 警告他 我不是一定用很強硬的方法 但是我會警告他 而最後他不聽 我是會把他的問題通告 我們的群體每一個人 我告訴他 現在你不肯悔改 而我發覺你有破壞性的行為 我可以讓你在這裡聽到 不過呢 你不可以和其他人交往 你只可以在這裡聽到 其他人都知道你的問題 就是我會處理 那這個都是聖經說的 聖經就說 就是看他障礙幫人 那我就不把他趕出去外面 我給他機會聽到 讓他生命被改變 但是呢 我就不會容許他破壞這個群體 那這個就是 處理 就是我都是一個 是一個正當的方法處理 我不是要傷害他 我不是要 令到他呢 就是 他想好 都沒有途徑 我是想他好的 他有途徑的 他聽話呢 他的生命就會提升的 我是 我不是去 給他絕路 我是想幫助他的 我是祝福他的 那我是 嘗試跟他和好 是他不聽神的話的時候 我就一定要處理了 那所以我是 任何人 任何人他做任何事不好的呢 我不會 我不會 選擇 激氣 我只是選擇 我怎樣 不給他影響 一部分呢 就是我的內心不給他影響 第二部分呢 就是我怎樣處理 幫助他處理他的問題 那兩個是不同的 譬如有個人 他很容易傷害人的 那或者他和我說話都會傷害我的 那我第一就是不受他的影響了 他的問題我不用介意 那第二部分呢 就是我去想想怎樣幫助他 因為他會傷害人 那我需要去找方法去幫助他處理 那兩人是不同的 那這個 就是內心的平靜 和和人和好 這個呢都是聖靈的果子 那譬如相反是什麼呢 就是有些人呢 他真的在教會呢 他會製造紛爭的 還有他呢 他心裡面呢 是非常之 猛躁 怒吵 激氣 充滿怒氣 那當然不是充滿怒氣的人 一定是不得救的 那個意思就是 如果他一直都不回應聖靈的感動 他一直容許他自己的情緒 控制他 有時候可以去到一個位置 是令到他可以是 和神分離的 如果他經常都擔心憂慮 經常都想了一些不好的事情 每天都很激氣怒躁 那他是可以和神關係越來越疏遠的 那所以 就是一個人 如果他不處理他的內心 是可以他的內心的煩惱 和罪 難了他和神的關係 以至他失去和神的關係 但不是說他一沒有平安就是他失去救恩 不是的 而是他完全抗拒聖靈的感動 他沒有去回應聖靈的感動的時候 他就可以是不得救的 OK 好 有沒有人有問題 是啊 關於這方面 就是和平 和好 和內心的平穩安靜 大家覺得內心平穩安靜難不難呢 做不做得到呢 牧師 嗯 我想問一下 曾經主對我說 他叫我跟隨他 是啊 那我就好 那我跟隨是什麼意思啊 我們剛才說的就是跟隨神 愛神 親近神 那六類 剛剛這裏那六類 我今天傳的那六類 這些就是跟隨神 就是繼續悔改 愛神 愛神 尊重神 你看回 我剛剛今天傳的那六點 繼續悔改離聚 信靠神做救主和主人 第三就是親近神 第四就是愛神 第五就是尊重神 第六就是結出果子 包括聖靈的果子和侍奉的果子 嗯 嗯 OK 那就就是跟隨神 嗯 OK 好 有沒有人有其他問題啊 譬如你說 你傳了在哪裏啊 在群組 在這個群組裏面 是啊 這個群組的訊息 我傳了我未開始之前 我每次通常都會把那些經文傳出來的 裡面你看到有那六點在那裏 哦 好啊 麻煩你 OK 好 有沒有人有其他問題啊 如果沒有呢 我們就去下一個了 忍耐 忍耐 可以 第一就是 有困難有痛苦的時候 我們都忍耐 繼續信靠神 另外就是幫人的時候 那些人很難幫 那些人很麻煩 幫得也幫不了 我們都有耐心 我們 就是說 不要緊的 我們繼續幫助他 我不用 心急 不用急躁的 啊 每一步我們為神做 神都會歡喜的 這一點很緊要 就是 我們幫人的時候 不是一定說他聽了話 聽了神話 那我們就 先是歡喜 而是說 我做了我應該做的 我就會歡喜了 我有忍耐他 他的不好 我都忍耐 我已經在進步了 我進步了 我就開心了 那我的意思就是 任何我做對的事 我都開心了 有些人就不是的 他們會怎樣 他們已經做了很多事情 很努力 但是他們就說 唉 那些人都是不聽話 真是很艱難 事奉神真是很辛苦 那他總是想著那個辛苦的時候 他就永遠都很平安的 時時都很急躁的 那我們就求神幫我們 深信 聖經說了 我們為神而做的 神一定是歡喜的 所以我就做神的事的時候 我可以開心快活了 那我有忍耐我就會歡喜了 感謝神 我有忍耐 我正在進步了 那我就會欣賞自己的忍耐 就不是說 這個人要什麼都好我才開心 總之我有忍耐他 我有盡量做好的時候 我已經開心了 這就是忍耐了 也都忍耐 譬如將來末世的時候 那些災難 我們都 求主幫助我們 暫落得穩 忍耐到底 就算受多少苦楚 一直告訴自己 神會祝福我的 神現在跟我一起了 到時候我們一定會經歷神的同在 神會跟我們溝通 神會跟我們說話 所以我們習慣在這個時候 要多些習慣聆聽神 多些習慣回應神的 感動 就經常看到神跟我們一起 我們就習慣了 領受到神的聲音 就能夠習慣在一切的困難中 都能夠忍耐到底 OK 那下一點就是 恩慈 就是總是對人有kindness 恩慈就是kindness 或者我們現在常用的字 就是仁慈 對人有一個憐憫的心 有一個想祝福人的心 總是想對人好的 我怎樣做法可以幫助人更多呢 我怎樣可以提升這些人的生命呢 我怎樣可以幫助人發揮生命呢 就是我們總是去想方法去祝福人 這個就是恩慈 恩慈的相反呢 很多時候我們可以對比 即是說什麼相反呢 譬如借先和平的相反是什麼呢 是懵憎怒 激氣 煩操 那恩慈的相反呢 就是 虎毒 還有呢 有時候有些對人的陰毒 不想對人好 利用人 控制人 這些就是恩慈的相反 其實有時候 侍奉的人都可以有這種情況 譬如有同工一齊侍奉 有人一齊侍奉 我們應該看他們為禮物 我們不看他們為我們的擁有物 有時候有些人呢 將同工一齊侍奉的人 看為他自己的擁有 就是這些人你一定要聽我說 你不聽我說呢 你就是不信服 不信服呢 你就是有問題 其實應該信服領袖的 不過聖經也說到 不要核濟群羊了 聖經 一方面說到應該信服帶領我們的人 但也都說到 牧者不要核濟群羊 就是說呢 我們 雖然他們應該學習信服 但不是代表我們好像 好像控制他們 要他們做些什麼 而是我們用神的愛去牧養他們 讓他們歡喜快樂去遵從神 這就是用神的方法 例如說到 夫妻關係 很多人就說 太太順服 聖經是有說的 妻子要順服 不過聖經在 《二筆所書》五章二十一節 二十二節就說到 妻子要順服 二十二節就說話 不第一節就說到 彼此順服 保禄說完彼此順服 然後才講到 那妻子順服的丈夫 不願意吠父親子的 應該聆聽 妻子的必有些需要 他的工作 不是只要霸道 丈夫不是要霸道 同样目者也是的,目者不是去霸道,不是核制群羊,而是牧养他们 但同时,弟兄姊妹应该顺服带领他们的人 这个就是说,有时候因此的相关制,有些人是核制人,控制人 这个也是神不喜悦的,神不是想我们控制的 因为有时候有些人会说,在某些情况侍奉的时候 那些人好像在那里控制他们,控告他们,令他们很大压力 这个都是我们侍奉的时候不好做的事情 我们不是要令到人觉得在压力之下侍奉的,或者控诉人 就是经常都说你做得不够好,因此的相反都可以是控诉人 就是令到人受苦,而不是令到人得到我们的慈爱 而下一个就是良善,良善就是goodness 相反就是邪恶,恶毒 就是我们时常都有一个良善的心 就是善良的心 就是一个是,心里面不是想邪恶的东西 心里面不是想着利用人的,不是想着控制人 不是想着怒人,伤害人,报复 而总是用善良的方法对人,这些都是圣灵的果子 圣灵会在我们心中产生这些果子,令到我们会有一个善良的心 看到人就想祝福 那我们就顺从圣灵的感动,圣灵就欢喜,神就欢喜,神就祝福我们了 神见到人,听他说,神就很欢喜,神就会祝福这个生命的 所以我们走完神的路,做完神吩咐,神是很欢喜的 那我们就学习,在神里面有善良,总是对人好的,信实 信实有两方面对神对人,对群体,就是教会或者侍奉的群体 信实就是说,faithfulness,对神信实,我答应了神的 我们在洗礼的时候,我们加入神的药,伸药 这个药里面,我们都是,一方面就是神私恩给我们 另一方面就是我们是愿意去信靠耶稣做救主 继续去跟从神,遵从神 这个药就像分药那样,分药是两方面的 分药是怎样呢?双方都决意去爱对方,关心对方,帮助对方 那也都同时有恩惠的,在分药里面 一方面就是双方都决意委身去爱对方 而另一方面呢,在药里面是得到益处的,就是互相会照顾 得到对方的照顾的 那在神的药呢,跟我们分药是有不同的,分药是平等的 意思就是两个人同一个层次,但是在神跟我们立的药呢 就是,神是私恩那个的,他是很多恩典的,我们不能够对神私恩的 就是我们根本,我们做任何事情都不是神需要的事情 就是神不需要我们,我们服侍神,不是神需要我们服侍的 神是满有一切恩典的,神只是想我们委身去祝福其中 骑士业余,营梦思,你缩吧? 叶牧師,你暻不如何? 神就將祂的恩典,祂決意送給我們 所以在這個藥,我們就進入一個,好像一個賢直 我們這個藥是進入一個賢直 但是同時我們都是有責任的 就是我們講到那六樣,那六樣是果子也是責任 但是我就鼓勵大家是用恩典推動人去遵從 就不是說你,只是說你要你要 而是說,神有很多恩典的,當我們親近祂,信靠祂 遵從祂,遵從祂,祂就很歡喜,祂就大力祝福我們 這就是用恩典推動的 婚姻都應該是這樣的 譬如有些專制的婚姻就會怎麼樣呢? 譬如有些國家的女權是非常低的 女人是沒有權利的 那麼就怎麼樣呢?結了婚呢? 譬如我去過一些國家,一些異教的國家 她們那種,她的宗教都是這樣的 是很小看女性的 那麼就怎麼樣呢?那個女人結了婚之後呢? 她就期望她從早到晚在家不斷地做事 就這樣服侍那個丈夫的父母 所有人做清潔,不停地做 那麼如果她做完呢?她坐下來呢? 那麼她那個老爺奶奶又會說 為什麼你坐下來啊?你沒事做什麼?你快點做啊 做啊,做啊,做其他事情 就是總是好像看她為一個奴隸 那樣的 那麼她這樣的時候那個婚約呢? 其實就是你要做,你要做,你要不斷地做 你要做完所有的事情 神的約不是這樣的 就是不是好像說 你現在呢? 你現在呢? 上耶穌你就賣了身了 賣了身了,你就以後要做 神不是這樣說話的 我們從整本聖經都沒有這樣的說話 就是神不是這樣跟我們說話的 神是每一個 那個吩咐我們的地方呢?都帶著應許的 當我們遵從神的時候呢? 神都會祝福我們的 所以我們是歡喜快樂地去服侍神 那麼我們 就是在這個約裡面呢? 我們神是永遠信實那個 祂呢?是不能背負自己的 我們雖然失信,它仍是可信的 因為祂不能夠背負自己的 神是完全可信的 這個很奇妙的 就是祂永遠,祂說了的一定會照做 所以祂是完全可信的 那麼我們呢?就可以呢? 全心信靠祂 祂是可信,祂是信實的 但是我們也都 同時我們都學習信實了 就是我們呢?都學習 做了神所吩咐的 是時時都榮耀神的 是時都祝福人的 這樣呢?神就喜悅了 跟我們接觸的人也都得到祝福了 那這個就是對神的信實 那也都對人的信實 對教會的信實 就是說呢?我們忠於我們的教會 祝福我們的教會 幫助我們的教會 為到教會奉獻 在教會裡面侍奉 關心教會裡面的人 以及對人的信實 就是我們答應的事情我們就去做 我們答應怎樣幫一個人 或者我們在婚約裡面 我們都是信實 就是做我們應該做的 但是有很多人呢 結婚的 在結婚裡面呢 只是想得到對方愛他 對方疼他 關心他 就沒有想到 有些什麼應該做在我的太太身上 很多人譬如結婚呢 就只是說 哇!我太太真是 很美啊 又很溫柔啊 又很好啊 就是很多人形容他 找到一個好太太呢 他會這樣說 他很少說 哇! 我有一個這麼好的太太 我要不斷的祝福他 我要令到他開心快活 我要令到他跟我一起 覺得好像在天堂那樣 很少人這樣說 他的配偶的 當上都是說 我配偶對我有多好 那所以 希望我們都是說 神對我們這麼好 我們就很樂意去服侍神 我們都是對神信實 對人信實 OK 好!有沒有問題啊 關於我們先說過的事情 好!這時候我們會祈禱 親愛天父 多謝讚美你 感謝讚美你 多謝天父的大恩 多謝天父的大愛 神你是滿有恩典慈愛的 神你是信實可靠的 感謝天父 讚美天父 主耶穌幫助我們 看到聖靈的美善 聖靈在哪裡 那裡又會結出聖靈的果子 聖靈就是人愛的 充滿愛的 充滿喜樂的 聖靈是開心的 是和平的 和我們和好的 是有內心的 對我們有恩慈的 是善良的 是信實可靠的 也是溫柔節制的 神啊 我們聖靈是這樣的 我們都同樣是 會結出聖靈的果子 求主幫助我們平穩安靜 心裡一時時有平安 有喜樂 有力量 能夠祝福周圍的人 多謝天父 感謝天父 幫助我們放下煩惱 不讓人影響 叫我們活出聖靈的果子 活出耶穌的樣式 學耶穌的樣式 感謝天父 主耶穌幫助我們的心 平穩安靜 所有重膽都放下 謝謝 我的心平穩安靜 保障通過你的愛子 在他母親的慰眾 我的心平穩安靜 我的心平穩安靜 保障通過你的愛子 在他母親的慰眾 我的心平穩安靜 主耶穌多謝你 求主幫助我們平穩安靜 輕輕鬆鬆 開開心心 滿有慈愛 憐憫人的心 愛人的心 滿有內心去幫助人 求主時時和我們一起 更新我們的生命 提升我們的生命 讓我們的生命 被神大大的提升 還有使用 發揮生命 當我們有聖靈的果子 已經是侍奉 當我們每天都滿有愛心 喜樂、平安、有力量 已經是一個侍奉 因為我們已經是榮耀神的 求主幫我們 天天都榮耀神 也都在我們的行動上榮耀神 將神的福音傳開 也都堅固其他弟兄姊妹 都活出這些聖靈的果子 當我們看到有人 沒有活出這些聖靈的果子的時候 我們都為他們 討告關心他們 也都求神給我們聰明智慧 如何去幫助他們 讓他們都結出聖靈的果子 多謝天父 讚美天父 神也都很欣賞我們有聖靈的果子 我們就因此而歡喜快樂 多謝主 作曲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